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小市民都调侃说 你只要去办一张国民党的党政 那就可以免除其刑了 好 我们来看去年12月 马总统在今美人权园区演讲的时候 被独派人士王献吉给丢鞋子 虽然是没有丢中总统 但是王献吉在今年5月呢 已经被递检数以违反集会游行起诉了 好 他听了呢 他就非常的不满 他认为丢鞋子是一个表演动作 他认为马总统是滥用公权力在欺负小市民 无论如何 他现在决定要花个200块钱 去办一张国民党的党政 他说这样子他就能够免罪了 天外飞来一只鞋 去年12月底 马总统人权日演讲 惨遭鞋包伺候 鞋的主人独派人士王献吉 5个月后却被以违反集会游行法遭起诉 我是一个表演的主要 我又不想向他担 也没担到他 为什么要起诉我 是不是看我是小市民 73岁老人家气炸了 反驳丢鞋指示表演动作 拿着10天前征讯传票 实在不服气 如今遭起诉 周怀在华上抗议布条 要尽情领义式介绍 加入中国A前党 还立马从皮夹抽出200块 要半张党政当护身符 说得无奈因为当时没被杂中的马总统 明明才说 没有看到他丢鞋子 我看晚报才知道 他是不是 竟然是几千多 竟然他去挂一个脸 挂一个脸 这样走开 他如果没钱 这个钱我给他出 丢鞋哥没再怕 扬言再号召丢鞋大队 但就怕起诉只是手段 有没有政治算计 外界无限联想 在选择一位黄采琳